歌手第三期亚当来了 亚当的到来证明了一个问题 同时也刷洗了现场音响团队的清白 歌手现场的音响没问题 现场团队也没有问题 唱不准纯粹是人的问题 纳音和亚当的差距 也可以说是中美歌手之间的差距 就相当于梅西和国族的差距 虽然纳姐已经尽力了 但是依然无法摆脱被亚当吊打的下场 这一场亚当的好是全面的好 音准节奏律动高音爆发力应有尽有 声音既扎实又透亮非常有形 唱嗨C就跟玩一样 而且嗨C都是用的真声唱的那么的结实 这首歌的最高音到了嗨意 他用的也是真声 声带力量之强让人择舌 另外他的舞台表演既轻松又自然 毫无紧张感 人家是来我们的地盘踢管的 人家还那么自然 而纳姐在自己的地盘上 你抖啥呀你 纳英这一场不是一般的紧张 比前两场都更紧张 在国际巨星面前 他的那种不自信暴露的非常的明显 纳英的这一场音准出现了极大的问题 往日的高音那种声音的张力爆发力也没了 若唱的控制也没了 我们听最后一句 若混音的处理 声带几乎就像出了车祸一样 完全不受控制了 总而言之吧 这一场亚当的到来再次证明 我们华语歌手在国际巨星面前 确实只有学习的份 即便是我们的一流歌手 跟美国的一线歌手 差距之大 就像科技界的人工智能一样 我们还在拼人工 人家都已经玩转智能了 大家好 我是游进波 如果你想听我继续分析 其他歌手的表现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常来我的直播间提问 我们下期再见